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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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尾 上輪之下尤尾 尤尾 我們只能稍微拉小 那一輸 拉去 因為就像我剛才講的 第一輪的歌 你一聽那個氣勢 你知道嗎 黃韻玲老師的賽前預測 正中隊員選歌叫戰有優勢 王復興能為黃韻玲隊 追回失分嗎 每一個晚上在夢的狂野 我是驕傲的巨人 每一個早晨在雨失禁之前 卻發現自己活在提到邊緣 在鋼筋尋你的叢林裡 在忽來換取的深壓裡 計算著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我感受 可是我很溫柔 外表冷漠 內心狂熱 那就是我 我感受 可是我有一個個啤酒 一點微微 一點懦弱 一點微微 一點懦弱 可是從不退縮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 壞掉了我 內心狂熱 那就是我 我很醜 可是我有一個個啤酒 一點微微 一點懦弱 一點微微 一點懦弱 可是從不退縮 所以 所以 王富星剛剛那支麥克風 後面還有很多人要用 你知道嗎 對不起 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狀況 我知道 好厲害喔 那個口默痕飛 他唱 哇 手 那一出來喔 所有吹牛還就一直飛 因為我在側面 而且剛好又有Spotlight這樣打下去 又覺得那所有的口水 黏到這種經過的麥克風 掉到地上 在空中飛舞這樣 哇 很厲害 投入啦 非常投入 不錯 好 那待會要用的人小心一點 好 那麼蕭黃琦老師 在這個題目上 兩位選手表現如何 兩位呢 其實今天 我覺得就是在情緒的安排上面 還不夠到整個歌的一種感覺 譬如說你唱柯友倫的一個歌 那個歌其實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你是整個的就是字 因為字很多 所以呢 你沒有辦法去掌握 它整個的這個字的這個連貫性 所以你一直丟出來 所以你氣跟氣之間 你就沒有辦法唱得很順 那聽起來就覺得說 你好像只把字丟出來 其他都好像是不需要的 那在副歌的時候呢 你在唱柯友倫這首歌的時候 副歌有一些音準的 你也跑掉了 那我很醜我很溫柔這個歌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 可能你還有一些力量是 沒有完全放出來的 你只是用在這樣的一個喉音去 讓麥克風去 讓我們聽到一些這樣的聲音而已 那我覺得就是 其實你們兩個都可以唱得很好的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蕭老師 你會唱這首歌嗎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副歌來 副歌就好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外表冷漠淚心光熱那就是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一點卑微一點懦弱 一點懦弱 有時從不退 Oh my God 太難得啦 此音只因天上有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 放出來的時候那個力量 跟縮回去的那個一點卑微 有沒有 一點懦弱 老師都做到 不然他怎麼可以坐在那裡 對不對 再一次熱烈掌聲 哇 蕭老師很漂亮啦 好 馬上來現在兩位的分數 首先是演唱柯友倫的 林的吳政傑 請評審按燈 見您老師各位的吳政傑 在這一站拿下了 16分 好 接下來是王復興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請評審按燈 好 二十二分 好 優秉老師 被她是擊賞 你給了五分 對 簡單就是 她的人已經很有說服力了 這首歌 好 而且你雖然沒有 沒有造船老師的這個 這麼的有特色 對 你也有其他的形容詞 對 但是你確實很溫柔 可是在這個落差之下呢 你的高音其實有唱到 聽覺上面的甜蜜點 其實你唱那個高音的地方 其實是有觸動到我們的心靈的 我覺得這個 一下子這首歌的精神就出來了 所以給你比較高的分數 一來一往拉鋸戰非常好看 先給兩位掌聲鼓勵 請 因為她第一站的時候 落後幾分超多的 然後下回 希望我們幫你到隊 我們十一個人來 要十一個人一起 自己 你現在有出手就贏了嗎 我覺得你自己 現在你知道自己的位置 繼續教訓好不好 好 第二站王復興 以爆發力嗓音獲得好評 為隊長追回失分 目前以一分超前對手 第一站王復興